在官方警示广播后 几乎零时差 四川卢州市随即发生规模六地震 清晨4点33分 多地天摇地动 许多人睡梦中被震醒 黑夜中蜂勇狂奔 往室外空旷处避难 地震还导致一座白酒厂 170多瓶陶瓷罐被震倒破碎 200多吨的白酒洒在地上 因为酒精浓度高 只要碰到一点点火苗 就有爆炸危险 55名消防队员 只能不断洒水稀释 上百多名宅被震倒倒塌损坏 街道上可以看到一堆又一堆的 破碎砖瓦水泥 地震发生8小时后 官方通报 已经造成至少三人死亡 60人受伤 超过上万人成了受灾户 天灾造成伤亡 也发生感动瞬间 监视器拍下 强震一来 狗往门外跑 女子却往房里冲 原来是因为男主人 还酒醉躺在床上 画面曝光网友赞叹 大难之前没有犹豫 这就是真爱 有网友表示 这次震度是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 感觉最强烈的一次 不过大陆专家也特别出面解释 两次地震发生在不同断层 并没有关联 但接下来几天 还是得注意会有多次余震 TVBS新闻综合报导